酒吧餐厅纷纷拉下铁门 知名景点人潮不在 从三月份疫情升温 欧洲各国政府实施封城 商店歇业没生意做 用电需求减少 连带出现负电价 所以当供需失调的时候 它的负的电价就有可能产生 而且一年8760个小时 它大概每年都有200个小时 这是长期的一个现象 并不是说有疫情以后 当然疫情会加剧 负电价成了欧洲新的日常 今年四月英国更有66次 电价跌到负数 等于每用一度电 倒赚台币一块钱左右 关键在于用电供过于求 疫情期间商店工厂关闭 抑制了用电需求 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欧盟国家大约减少了8.2% 其次是印度美国 中国大陆也少了3% 整体平均全球电力需求 比去年少了5% 那么台湾有可能出现 负电价的那一天吗 你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 因为台湾没有电业自由化 如果电业自由化的话 就有可能像欧盟那样情况 因为你再生能源基础 在台湾也是must run 也是必须运转 既不是自由电力市场 再生能源发展也未去成熟 台湾恐怕就享受不到 这样的小确幸 记者周天杰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